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VCHEN 拍攝的劇是2024年5月23日 今星期的議會工作重點就是我的議員議案 所以這兩天都非常繁忙 要結束議員議案才和大家拍片 什麼是議員議案呢 讓我和大家科普一下 讓大家更了解議會工作 我們立法會議員每個星期三四都是開大會的時間 其餘的日子會有委員會 和新加坡非常不同 我早前跟立法會大主席去了東盟交流 了解到新加坡一個月開一次會 我們是一星期開一次大會 星期三多數都開不完 就要星期四續會 所以時間表都要預定星期三星期四都是開大會的 其餘日子還有委員會 例如內會和財會是每個星期五開的 還有自選的委員會 我自己就是民政文化體育 保安 交通 食安和衛生 還有一些標琴 也就是專門法案而開的 也有工作小組 例如公務和人力 所以很多會要開的 而每個星期三四的大會 不計政府法案和議案 我們議員都可以提出口頭質詢 書面質詢和議員議案 這樣就和大家監督政府 議政論政 口頭質詢就是按發言次數多少去決定你的發言次序 不然之你少點提出質詢的話 你禁制發言的時候就會優先一些 如果同樣提出這麼多次質詢 就會以禁制的快慢去決定誰發言 所以大家看到經常都在禁制發言 鬥快就是這樣 而口頭質詢也是有策略的 也要考腦筋的 我第一年就是想多些發言 有什麼涉及我關心的議題 或者我自己的直選區域 我都會想禁制發言 但是因為發言多 難一點可以一擊即中 有些很多議員同時想發言的口頭質詢 就變成我沒有優先次序 可能會排得後一點 不可以每次都發言 第二年開始 我就改變了策略 我就留住quota 在質同量之間 我就選了質 不會什麼都發言 而且都要忍一忍 精選一些議題 這樣才可以確保到 一按發言鍵都可以排得到 有得發言 昨天在陳永英日常Joey Daily上載的影片 就是我在立法會大會的口頭質詢 大家也可以看 而這個環節都很考局長的反應 因為局長要即時回應我們的質詢 我自己就非常欣賞發展局的局長寧漢豪 大家看這條影片就會知道 局長的答法真的沒得談 而寧漢豪局長也是我一個十分欣賞的女性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 有機會可以和大家講一下寧漢豪局長 在發展局的工作上 以至他一路走來的從政道路 我都有留意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說回口頭質詢 口頭質詢是一年年計算的 即是每年逐年清 而議員議案是一屆屆計算的 即是四年計算一次 口頭質詢可以找同事去代問 但議員議案就不行 如果不是自己動議的議案 即是我們叫Move the motion 這樣你的議案就會終止 不是沒試過的 公民黨的楊岳橋就試過 他在2019年1月提出檢討單程證政策的議案 議案的引指就是這樣的 讀給大家聽 楊岳橋說 鑑於現時有大量持單程證的內地移民來港定居 對本港的社會福利 房屋 教育及醫療等公共服務及設施造成重大負擔 本妹促請特區政府改革單程證政策 說好聽 說單程證政策進行改革 實際上說到新移民對我們社福 房屋等等造成重大負擔 很明顯從引指已經知道楊岳橋的立場 即是想借助議會的時間 借助議員議案 得到媒體的關注去挑動兩地矛盾 但因為要動議議案的時候 楊岳橋當時不在會議廳 以致他的議案不獲處理 即時終止 無法討論 他的脫漏其實在政界都說到現在 不只是建設力量說 反對派都會說 都會罵他的 尤其是黃雄雲 基本上他提起楊岳橋都會提到議員議案脫漏的事 所以我今天要負責去動議我的議案 尤其是今早的第一個議程 我都相當緊張 9點的會 我都提早回到會議室等候 議員議案每一屆議員都可以提出 而今屆因為我們有90名議員同事 現在就89個 因為有一名就是黃元山 入了政府 但因為人數多 有機會我們一屆只能排到一次議員議案 如果抽籤好運氣的話 就可以抽到兩次 所以是非常寶貴的 養岳橋就浪費了 而我將我的議員議案 貢獻給勞工議題 我提出設立香港勞動模範評選機制 構建新型勞動關係和糾正錯誤的勞動官 前後計算我自己和提出修正的同事 就是有22位議員同事發言 我也截錄了我部分的發言給大家看 我們去片 謝謝主席 本人動議的設立香港勞動模範評選機制議案 感謝顏文宇議員的修正案 也感謝20位議員先後發言 從不同的角度支持設立勞動模範表彰機制 宏釀勞務精神 勞動精神 共象精神 正如我們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所說 也預告了即將會邀請內地的勞動模範來香港作分享 令大家更加了解 設立勞動模範評選機制的好處 顏文宇議員的修正案是認識了原議案 也強調了原議案的兩個重點 首先就是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促進關係一定是雙向不是單向 和諧的勞資關係需要勞資官三方一起努力 但目前是很單向的 周小松議員剛才在發言也說到 勞動精神現在變了 只是僱主看看勞動者上班是否精神 又例如陳少雄議員說到的技能大賽 都需要資方的重視 我有不少的工會工友跟我反應 就是勞動精神 勞動者就很精神去報名 代表公司參賽為行業爭光 但就要請no pay leave 還要自費去參賽 再大的精神支柱都會磨滅 所以資方都要下水 政府都要下水做牽頭 我剛才特別聽到邵家輝議員的發言 我看到他們是支持的 才是良好的和諧的勞子關係 主席 雅民與議員的修正案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員工對企業有重大的價值 這也是設立新的勞動價值觀 企業的經營離不開僱員 先進的企業都需要有優秀的員工 正如我的主體發言都講述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過程 勞動者始終都是扮演著不好或缺的關鍵角色 尊重勞動 崇尚勞動 設立表彰機制可以促成更多的勞務工匠 糾正錯誤的勞動價值觀 不少議員都提到 那些公子不出頭 或者小時候不讀書 大過做運輸 都是錯誤的價值觀 主席做一個錯誤的勞動價值觀 我作為女性 或者會說得比較有說服力 這個都是經常會聽到的 就是找份好工不如找個好老公 我不是說找個好老公不重要 但是找份好工同樣都是重要的 婦女勞動有自己的事業都是自我實現 剛才容凱恩議員都特別有說到婦女勞動價值 主席都是這方面的模範 所以希望今天的議案是肯定勞動光榮 勞動美麗的正確勞動價值觀 最後我再次感謝牙文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也會支持修正案 也希望其他同事同樣支持牙文宇議員的修正案 一起說好勞動模範的故事 這個只是部分的發言 因為我提出動議 可以有三次的發言機會 有主體發言 修正案發言 以及可以做總結 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的發言 以及局長怎樣回應 議案又能否獲得通過 都可以去陳永英日常 在Jobie Daly裡逐本看 我已經整理了 亦配上字幕給大家 方便大家了解 今天跟大家說說 昨天發生的一件轟動的命案 之前的一集都有跟大家說過 英國如何以國安之名 拘捕了三個英籍港人和白人 說他們是間諜危害到英國的國家安全 就是由我們香港特區政府的ETO Office 付費給他們在英國監視西人和黃人 但是好笑的是 羅冠聰也爆出 他沒有被那名白人跟蹤過 那就是羅冠聰的羅 但是就是羅生門 而更奇怪的是 這名被指派去跟蹤羅冠聰的白人 昨天在英國公園暴斃 調查了幾天 還是原因不明 真的很難明白 所以說英國警察的效率是相當慢 但是針對這宗所謂的國安案件 其實只是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他們就拘捕人下案 但是在調查這宗命案 反而用了幾天還是說原因不明 所以很難明白 而更難明白的是 只是英國想這名白人永久消失 英國法院有一個舉動 也透露了事件的不尋常 而且明明英國有機會可以阻剪悲劇發生 但偏偏他們就不去制止 所以真的相當有可疑 我都會和大家逐一分析 之後會和大家說一下伊朗空難 伊朗總統和外長一同離難的案件 都有新的進展 之前這一集我都有和大家質疑 這次的空難根本不是意外 而最新的發現都引證了我的立論 最後我會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國家如何有多多的朋友 有宗教界的朋友 而陳日君當然就不想見到我們中藩關係可以有改善 而陳日君相信現在都自身難保 因為在最新的國安案件都有提到陳日君的名字 開始前第一次要訂閱我陳日君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還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我不會攬收下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我的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還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日君知稱原因由開心 訂閱Joe P.Chan和人論證洗蜜鏡 先說英國國安案多麼峰迴路轉 比電影情節更曲折離奇 上星期英國警方以去年加勒版國安法起訴三名人士 其中37歲曾經服役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 任職私人保安公司白人特利克特 Matthew Tricket被指收了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錢 負責監視羅冠聰等人 雖然特利克特也沒有拍羅冠聰的照片 這一點羅冠聰在他的鐵紋上也承認了 拍三張 三張都不是羅冠聰 憑什麼說他在跟蹤羅冠聰 根本充滿疑鬥 一個受專業訓練的軍人 真是被委派去跟蹤一個人的話 會不會跟也跟不上 大家說 如果這樣也跟不上的話 就是英國軍訓出現了問題 但是 Tricket就是19歲加入英國皇家陸戰隊 服役超過7年 更是做過分隊指揮官 曾經被派到阿富汗和塔利班作戰 也遠赴到非洲索馬利征召海道 大家說會不會是不專業呢 因為Tricket任職私人保安公司 所以不時會看到Tricket被影島保護一些政要 其實也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被說成危害英國國安 更加離奇的是 在5月19日下午5時15分左右 這個時間也是光天化日 在公園應該有很多人經過 理論上應該會有很多證人 但是查都沒有查到 在那個時間 警方接到公眾舉報 說在格倫菲爾公園發生了一宗命案 警方到場發現一名男子 雖然已經即時進行急救治療 但是也即場宣佈喪命 現場警界線一直由5月19日維持到5月22日 相當之無效率 三天之後 英國警方還說 正是繼續對事件進行調查 而Tricket離世的原因 仍然是原因不明 原定Tricket會在這個星期五 也即5月24日再次為所謂的間諜案出庭 那些小黃人乘機抽水 就說中央政府是幕後黑手 要將Tricket滅口 說到國家派人將Tricket滅口 小黃人根本就是無事事實 滅口論真的非常荒謬 黃人這樣想也是正常的 事關也是被羅冠聰帶了風響 羅冠聰說 如果特里克特被滅口 背後黑手會不會進一步威脅住在英國的其他眼中釘 英國政府和港人社群應該怎樣去應對 這些都是Rhetorical questions 其實他已經有了答案 但拋出來被網民說出的答案 所以就算羅冠聰沒有說得很白 但一看就知道他是在引導一班小黃人信眾 讓他們覺得中央想把Tricket滅口 但事實上羅冠聰也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假如中央真的要消除威脅他的眼中釘 所以網民也有留言說得很好 有網民說如果隔空了結監視羅冠聰的人 為什麼不直接了結羅冠聰 為什麼要搞那麼多事呢 第一時間令羅冠聰消失 亦有網民留言說羅冠聰的說法 是在詆毀英國保安系統 而且根據跡象顯示 Tricket自我了結的推論是比較可順的 事前已經出現了跡象 Tricket是有自毀的傾向 硬是要說Tricket是被人滅口的話 那滅Tricket口那個應該像是西人多一點 英國警方在5月13日公佈案件 三名被告隨即提堂 而他們事後獲准保釋 檢察官特別在庭上跟法官說 Tricket曾經兩度向拘留所的人說 如果他獲保釋外出後 就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為他說他has nothing to live for 生無可戀 檢控官還引述特利克特說 基於自身利益考慮 他要求繼續還壓後審 不過法官最後仍然決定要給他保釋 如果控方的說話是真的 當然看不到控方有必要要說謊 特利克特當時已經有自毀傾向 而Tricket也不想保釋外出 他自己是希望繼續還壓後審 這麼特別的被告也有 但是給他保釋後審的正正大西人 究竟什麼人想Tricket在監獄外自毀呢 而且還有兩個細節都可以顯示 Tricket是自己了結自己的生命的 第一就是當Tricket保釋那天 另外兩名被告袁松彪和韋志良 在法院辦完保釋手續後 馬上急急離開 但唯獨Tricket在法院逗留了六個小時 直到法院關門那一刻才離開法院 他當時可能一直要求要繼續被拘留 不想保釋外出 不想走到自毀那一步 而第二點的跡象就是 Tricket離開法院的時候 他遮著臉狂跑 反映了Tricket當時他的心理情況 也不太正常 他也不想見人 不想面對任何人 如果說他遮著臉 是不想讓大家看到他的真樣 這個說法就不成立了 因為Tricket的樣子已經在傳媒曝光了 所以我自己認為Tricket遮著臉 一看到傳媒就狂奔 原因是因為他本身的心理情緒 以及他也不想面對傳媒 泰唔時報說法庭的文件顯示 Tricket在扣留期間都曾經企圖自行了斷 亦向執法人員表明 一保釋他就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這樣都被他保釋的話 想永久滅Tricket的聲音就像西人多些 究竟Tricket暴斃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目前仍然是樸索迷利 雖然19號到現在 但是英國警方都沒有清楚的說法 根據跡象顯示 Tricket是自我了斷的說法較為可順 當然也要看看有沒有最新的進展或證據 但是說Tricket 當刻已經斷定滅口論 完全是謬論 亦都好像我們831世紀片案一樣 說到太子站 也有很多亡魂 這種製造假象的手法 都已經見怪不怪 現在又沒有任何理據 亦都沒有絲毫的證據顯示 Tricket是被滅口 所以一口斷定說Tricket是被中央政府滅口 這個說法是非常荒謬 我都跟大家說了 就算是滅口 都應該是英國國安想滅口 擺明都告訴你Tricket是有自毅的風險 說到保釋就會自我了斷 這樣都輕易被他保釋的話 西人都不是沒有動機要滅口 西人這麼高調去拉Tricket 扣證是他們 他們直接判Tricket有罪都內不合 尤其是英國上年加勒版的國安法 都是大包圍的 為什麼還不讓Tricket上庭呢 因為只有滅口才可以把Tricket永久滅聲 所以如果說是滅口的話 都像是英國國安想把Tricket滅口 美西方要滅口的事例多的事 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 他們一行九人在星期日 也就是5月19日 乘搭美制直升機瑜伽 美國第一時間跳出來說是意外 查都未查就說是意外 而我在之前的這集影片 都跟大家分析了 大家說會不會又巧是美制直升機 又巧是抗衡美國強硬派總統和外長瑜伽呢 根據伊朗憲法 伊朗總統選舉需要在總統離世後50日內舉行 這麼短時間 對外強硬的總統和外長同時遇難 都挺難找到一個強硬和有愛事經驗的人接手 最終誰會得益呢 而且根據最新的消息 直升機尋獲的殘骸是被土耳其救援團隊 經過初步調查發現通訊系統可能被關閉 又或者這個直升機根本沒有安裝過通訊系統 美國證實伊朗要求美國協助調查聚機事件 但美國已經一口拒絕了 土耳其當局聽聞伊朗總統萊希乘搭直升機聚機後 立即嘗試偵測直升機發出的定位訊號 土耳其當局說很遺憾的是他們認為 應答器很大機會被關閉 又或者直升機沒有安裝到 所以搜尋不到 阻填救援的過程 美國國務院更透露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 乘坐直升機發生事故後 伊朗都非常罕見地向美國發出援助請求 但因為他們後勤協調出現問題 所以美國不能提供援助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還說 美國明確已經告訴伊朗 在這樣的情形下 任何外國政府提出的請求 美國一般都願意提供援助 最終大部分出於後勤原因 他們不能夠援助伊朗 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沒有披露更多細節 即是後勤原因 美國當然不想參與調查 最好就像英國國安案Trickett 永久消失 不用再查下去 一會查一下 可能都發現不是意外的大件事 伊朗總統辦公室負責人披露了一些事故細節 目前伊朗都不等美國 美國說不調查 會不會自己組建高級別的調查組 去到直升機事故的現場進行調查 都不能夠就這樣坐在這裏 在伊朗當地時間5月21日 伊朗總統辦公室負責人侯塞恩就說 在總統萊希成座的直升機發生事故後 總統辦公室曾經嘗試打電話給總統和外長 但他們的手機沒有人聽 隨後他們就打了給飛行員的手機 直升機上的另一個人叫阿勒哈希毛接聽了電話 他說自己已經跌到山上 非常不舒服 但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裏 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哪裏 雖然接通了電話 伊朗總統辦公室負責人侯塞恩都說 電話接通後 他們知道直升機發生事故 並且跟阿勒哈希毛多次交談 但侯塞恩都說 在救援人員找到其他遇難人員的遺體後 判斷他們在事故發生後立即身亡 真的有這麼奇怪 其他人就即時身亡 但為何直升機上阿勒哈希毛可以接聽到電話 告訴其他人他跌下山 伊朗總統辦公室負責人侯塞恩就說 當時他正在另一架直升機上 也暴露了另一個疑點 一開始天氣狀況很好 但飛了30分鐘後 他們在山區上遇到一團雲 直升機隊朝著這團雲的下方繼續前進 想避開這團雲 當時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機長 向直升機隊伍發出通知 叫大家一起提高飛行高度到雲層上方 當其他兩架直升機上升至指定的高度之後 並沒有發現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 根據侯塞恩的益術 他們上升的過程都非常順利 雖然有些雲團 但雲團不是特別大 也阻礙不了飛行 當時他們沒有接收到關於天氣的預警 所以通過雲團之後 機上的人員都可以清晰看到地面 也可以說是排除了天氣的原因 一個直升機隊唯獨是總統的直升機出現了事故 當直升機隊伍發現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失蹤之後 一架直升機立即返航 也作出呼叫 企圖想聯繫總統萊希乘坐的直升機 但已經沒有人應答 侯塞恩乘坐的直升機回到雲層 飛了幾個圈之後 才因為視線受阻 沒有辦法找到事故的直升機 之後兩架直升機在附近地區降落 通知相關部門 而總統的直升機機上的乘客 在空冷發生之後幾分鐘內就身亡了 唯獨是直升機的機組人員阿勒哈希姆 可以接聽到電話 清晰地告訴伊朗當局 他跌在山上 但其他人失散了 也不知道他們的遭遇 總結一下 起飛時是三架直升機 而直升機的機隊 飛了30分鐘後 遇到雲團之後 就和總統乘坐的直升機失散了 而機上總統和外長 他們遇到空冷 發生了幾分鐘內 就已經離開人世 土耳其救雲團隊 經過初步調查 總統乘坐的直升機 那些訊號系統可能被關閉了 又或者根本 美國製交付給他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安裝到這個通訊系統 令到從發現直升機殘骸 發出的訊號去到救援人員 抵達最機地點用了超過40分鐘 先是總統乘坐的直升機突然失蹤 得總統那架直升機穿不過雲團 導致發生事故後 幾分鐘機上的人已經身亡 唯獨有一個機組人員 阿勒哈希姆可以接聽到電話 而且直升機也沒有發出應答的訊號 所以要用到超過40分鐘才找到殘骸 40分鐘都夠用來毀滅一些證據 大家說是不是 也有夠離奇 很多解釋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大家說會不會是意外那麼簡單 西人就是喜歡四處攪攪震 所以都是一句 美國不了 世界不會好 一日有美國 事情就邪惡 一日有陳日君 中藩關係都不可以 因為陳日君往往都會從中作梗 早年中藩任命主教簽訂臨時協議的目的 是教會和信仰問題 但當時也有傳出想促成中藩建交 建交明明是好事 也有幫助到宗教擴展 但陳日君怎麼說 他竟然說梵帝剛國務卿想建立中藩的友好 是出於政治的野心 然後又說台灣和梵帝剛的關係一直都很友善 他們很歡迎教宗 如果梵帝剛和台灣斷交的話 台灣民眾就會感覺到被出賣 那究竟誰有政治立場 是梵帝剛的國務卿還是陳日君 心照不宣 但自陳日君退下來之後 陳日君因為羅伊克部基金 作為其中一名信託人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梵帝剛也表明希望繼續和北京對話 不希望陳日君被拘捕 令到中藩關係變得複雜 梵帝剛也只是極其量表達一下關注 沒有進一步陳日君被拘捕的事回應 不想影響中藩關係 沒有陳日君左頭左勢 近日中藩關係有望再進一個台階 根據報導梵帝剛國務卿 書記主教帕羅林說 梵帝剛希望在中國設立常設辦事處 這將會是梵帝剛和北京外交關係的重大升級 帕羅林說 教廷長期以來一直都希望能夠在中國擁有穩定的存在 他還補充梵帝剛可能會為了設立常設辦事處 考慮新的中藩外交方案 梵帝剛在去年也獲准在越南派駐教宗代表 越南是另一個與梵帝剛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 所以在中國設立常設辦事處不是不可能 至少越南也走前一步 帕羅林建議駐中國代表可以採用不同的名銜 代表形式都可以不同 他們都不需要拘離於哪一種方式 梵帝剛承認中方認可的中國主教理事會 都被列入討論議程 而且近日都有關係躍進的跡象 在5月21日梵帝剛在羅馬舉行研討會 紀念1924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 上海主教沈斌和梵帝剛國務卿帕羅林 更加在活動上握手致意 氣氛相當好 報導說這次會議為雙方高層會談提供了罕見平台 這件事是陳日君最不想見到的 現在也不到陳日君雅之雅坐 雖然陳日君現在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不能再阻止地球轉 但也不能忽視陳日君 就算他退下來還有很多動作 早幾天才辦完講座 而去年年底黎智英開審 陳日君都非常高調地去聽審 不知道今天陳日君有沒有去聽審 聽聽一下 今天應該會嚇一嚇 因為黎智英案都點到他的名字了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 案件在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暫代高等法院》展開第82日審訊 他想繼續播放黎智英授訪和《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的完整片段 黎智英在節目中 跟天主教 香港教區榮優主教 陳日君書記討論下一任的香港主教 陳日君提到他曾經下一任香港主教的事 軟赴去到羅馬 求見教宗 但被請食檸檬 他說當時意大利領事館容許陳日君逗留在羅馬120小時 所以他一到步 立即去了聖馬爾塔 把一封信交給教宗秘書 陳日君形容教宗很仁慈 相信對方都拿到信件 但陳日君在羅馬等候四天 教宗都不接見他 最終陳日君只好很無癮地回到香港 黎智英說 陳日君知道不會有結果 但也努力嘗試 所以非常敬佩陳日君 比惡魔敬佩的 應該是更邪惡的惡魔 陳日君說地下教會近年未能獲得梵帝綱的支持 而且變得越來越脆弱 黎智英同意陳日君的說法 還說地下教會顯然已經被梵帝綱拋棄 他還形容地下教會已經在中共的鎮壓之下受苦 他認為地下教會的信徒雖然身體上更弱 但精神上變得強大 黎智英又問陳日君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香港教會面臨像在中國內地的壓力 陳日君會不會開始成立地下教會 陳日君的答案驚人 陳日君說他自己可能是小團體的領袖 但在地下教會不可能做到領袖 他強調要跟黎智英一起建立地下教會 都是不見得光的漢奸 適合和黎智英進行地下活動 說到這裡 雖然香港教會沒有被絲毫打壓 你看看還有那麼多宗教的活動 陳日君也有去 而今天是什麼日子 五月二十三號 很喜歡在影片上讓大家記得一些特別的日子 五月二十三號就是我們二十三條實施了兩個月 現在很明顯看到 宗教自由都沒有受影響 還可以自由地舉辦不同的宗教活動 所以那些說中央會打壓宗教 這些都是騙人的謀論 但我自己覺得對罪犯一定要打壓 千萬不要讓西人偷換概念 打壓的不是宗教 而是罪犯 單憑陳日君和黎智英的勾結 我覺得陳日君也應該和黎智英一起在監獄 黎智英作奸繁科 陳日君作為這麼緊密的合作夥伴 絕對不會是不關事的 陳日君應該和黎智英一起在監獄 到時喜歡在地上還是在天花板成立教會都可以 可以去實現他們的豪情壯志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旺木斬殺牌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代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影片下架 所以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讚好和留言 如果未訂閱我陳明寅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鏡頭的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請留下 再看看 一會兒 請留下 請留下